你知道男生的荷蒙 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是 它會幫助我們 生肌肉跟骨骼 所以當你男性荷蒙下降的時候 你肌肉會減少 激少症是很多的 三高進程代謝的一個源頭 你知道為什麼會發現自己肌少嗎 就是當你坐下去的時候 你發現你屁股會痛 肌肉流失 幸運也是跟男性荷蒙有關 我對別人都有感覺 就對我這個太太沒有感覺 這不是像話 這是真的會發生的 我們補充了男性荷蒙之後 她跑回來跟我講說 就有感覺 對 我跟你講… 許醫師我一定要去找你當 我們來找你當總 因為夫妻如果性生活美滿的話 什麼問題都不是問題 就是它可以產生一個 Endolphin 腦內肥 不管在生理跟心理方面 有百利而無害 要送各位觀眾一句話 就是 人生以做愛為目的 有沒有 天啊 好正經的發言 歡迎收看 健康林俊玲 李玉玫瑰祝 健康吃肉 我跟你說 我覺得這個社會對於女性 真的很不友善 怎麼了 誰欺負妳跟弟說 來 我問你 40歲 想我很快就要40歲了 對 40歲 社會評價是什麼 來 孔子 我們的老老師 說男生40歲叫什麼 我記得他說 三十不獲 三十而立 四十不獲 對吧 對 很棒 那妳到了不獲之女 妳怎麼了嗎 我跟你說 結果後來市面上 就有流傳一句話說 女人四十一枝花 我覺得這還滿OK的 但是現代坊間 已經出現了一句新的話了 怎麼說 來 我問你 這句話我不想講 這句話是什麼話 這句話叫做 男人四十才是一枝花 而女人四十是豆腐渣 你講的 我覺得女生 女人四十是豆腐渣 女生偏辛苦啦 我覺得 女生為什麼四十就變成 豆腐渣了呢 是怎麼樣 馬上擊潰我們嗎 還是乾脆說我們甘蔗渣 就是吃完就可以吐掉 不是 是這個意思的 因為你看像我 我本身就是 以前出道是偶像 但是我出道的時候 可能是二十出頭歲 但我現在三十五歲了 你看看我 如今 如今 多了一點歲月的摧殘 但是那個摧殘 反而變成我的一種 男性的魅力 反而變Man一點點了 但我不會變得 看起來好像過老 但女生很不一樣 女生很容易二十歲跟四十歲 看起來差很多 哇 性別歧視 完完全全就是你 你現身在詮釋 No 所以我本身 好 我跟你說 我真的不能接受 他這一段的這個 完全這個說法完全不行 男生真的越老越有魅力嗎 女生難道真的就是這樣嗎 經歷了懷孕生子 然後更年期 大家就說 他這樣子陰陽古怪的 一定是什麼 更年期來了吧 男生也會有更年期好不好 你幹嘛破梗 告訴大家 男生也不要以為自己很幸運 你們也是有更年期的 今天我們邀請了全男性的來賓 來談談這個男生不知道 但是難以逃掉的大困境 歡迎我們的藝人 彭華乾 華乾哥 大家好 人前光鮮亮麗 人後暗自憂鬱 讓乾神我跟你講 好高興頓時這個棚 有點變成新聞龍捲風 我有點像是回到以前新聞主播的感覺 偶像 好有感覺 但是我現在有點回不去了 因為我同事跟我說 瑞瑞 你都快要更年期了 你還不來跟年輕的妹妹 互相搶播新聞 你還早吧 你才40出頭 不到 誰跟你在那40出頭 我跟你明明就一樣大 對啊 你還沒 你是奔向40 你還沒有 你還早 還有一段距離 讓我們歡迎 可以對這種人 對症下藥 制製他從裡到外的 我們的嘉醫科醫師代表 歡迎陳柏甄 陳醫師 大家好 人說男人 四十春一季嘴 小心是荷爾蒙在作祟 最懂女人的 我們最好的朋友 我今天也給她請到現場了 跟年輕問她就是沒有錯的 歡迎我們超級厲害的 副產科醫生 楊彭申 楊醫生 大家好 我是副產科楊彭申醫師 面對更年物擔憂 挽救婚姻我有結帳 我第一次在這個節目裡面 談到了性行為與性生活 就是她給我開竅的 讓我們歡迎我們這個節目 走位的工程 我的好朋友 歡迎蜜料科醫師 許玉釗 許醫師 大家好 我就是號稱男性的副產科 讓你幸福又美滿 你說到了更年期 現在竟然有人把更年期當作罵人 來說 你怎麼樣怎麼樣 你一定更年期 這還是要罰錢的 這是法律有判例的 為什麼大家對於這個更年期 這麼的生物痛絕呢 衛續 我們來看看大家對更年期的討論好了 更年期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狀況 但是這個對世界經濟居然出現了危機嗎 根據報導 更年期的症狀居然可以影響工作表現 NHK說經濟損失居然可以高達 941.9億台幣 我的天啊 怎麼可能啊 一個國力竟然關乎於更年期 今天就是我們要來解決的一個大疑問了 但是首先我們要問問看大家 更年期你了解多少 關於更年期大家也有很多的迷思 那首先第一個迷思是 難道只有女生有更年期的困擾嗎 當然就是每一個人都是有的吧 來 一 二 三 對不對 幹哥 你有敢嗎 你那麼年輕 叫你年輕 你有遇到這個問題嗎 我年過60了 所以說其實我的更年期很早就發生了 年輕的 我們這樣講年輕的時候 男人年輕應該算是40歲了 事業算是有成的時候開始 對 然後開始遇到不如中年期的時候 就碰上了更年期的問題 所有女生可能會遇到的 男生都遇到 只是你們不知道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 你晚上會倒汗 這就是一種壓力的使然 是白天的壓力 到了你晚上還沒有解脫 你才會繼續就是流汗 為什麼 因為你夜有所夢 你日有所思 你就一直在想白天的事情 所以我會倒汗 然後常常我們會就是說 突然走到一半 像我們到了一個年紀就會有 多少的山高 所以說你就會心記 但那個心記有時候不是 不是 就是它不是伴隨著你的情緒而來的 它是 而不是可以預防的東西 所以像這樣的東西都是很正常 你不要以為只有 女生看得見這些東西 而男生看不見 男生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說 對 你有因為你發現 你好像疑似有更年期 然後你去看醫生嗎 對 我有去看醫生 但是 你很有意識 不是 不是我有意識 是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我自己不太對勁 我才跑去看醫生的 你知道我有一些症狀出現了 你知道 因為比如說 我有心腳痛 然後我有脾氣會變暴躁 以前不會那麼清晰 但是隨著年齡的增長就這樣子 我講最新的好了 就今年初我換了一個新的手機 大家相信嗎 名嘴用手機用五年不換 就是我 但是我終於要讓他退役 換新手機的時候 比了半天 都很貴 貴沒有關係 回到家你看 我跟你講 新手機 問問題他最會問的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大家有換新手機的人 都知道說 現在都科技化了對不對 AI化 所以他會問你很多問題 他突然有一天就問我說 這是你的手機嗎 我們偵測到 你這是Siri回答 對 我們偵測到 你的手機跟你登記的帳號密碼 可能不一樣 請輸入帳號密碼 然後我心裡就在想 帳號密碼 我早就忘了 然後想不出來對不對 想不出來 他接下來就會問問題 然後再問一次 這真的是你的手機嗎 我是不是當然是我的手機 難道是你媽媽的手機嗎 我就氣了 你知道嗎 然後所有人就在旁邊 聽我這樣發脾氣 就說 大哥 你可能跟人一起到了 我說這是嗎 那你去看醫生 醫生 他來看你了 像這樣子的人 對著AI發脾氣了 對啊 有點嚴重 對Siri多無辜 這有一點嚴重的這個 男生為什麼也會更年期呢 男生當然也會更年期 因為女生更年期很明顯 裡面有一個停經 甚至來有預告 好像開始有點不正常 不規律的 男生沒有 所以當你發現 這些症狀的時候 你不會想到是更年期 所以你去看很多的醫生 事實上更年期是一個 男性荷爾蒙的降低 男性荷爾蒙 對 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二十幾歲 開始衝到高峰 要爆表 到了二十幾歲 三十歲 開始就往下坡 但是你還沒有感覺 到了它降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開始有症狀跑出來 你也不會想到是更年期 對耶 就一直去 有些困擾 有些症狀 什麼症狀呢 第一個表現出來 就是性功能變差 性慾都變差 可是很多男生是會覺得說 我正在忙工作 所以我應該是沒有時間 想那方面的事 然後就這樣讓他過 對 就說太忙了 有正常的男人 對 林宇 我坦白跟你講 他什麼樣心情 其實男人 你說到過了四十 只剩下一張嘴 也是真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隨著事業的壓力 跟你年歲的增長 你的慾望會降低 對 也很自然的 心理上就是這樣子 不會想到是生理上的 然後你家裡永遠是那個 什麼 漂亮的太太 漂亮的太太 永遠貌美如花 好漂亮 對 心中的白月光 被你娶回家怎麼了嗎 我就是 再也提不起當年的性虛 這是你今天 今天我們就是說 不要迴避這樣的問題 男人他不能夠否認說 他其實就是對著同一個 性伴侶的話 他會慢慢減退 應該是不是誤會了些什麼 應該是你們自己的 那個荷爾蒙的問題 灌到別人身上 你換十個 你荷爾蒙的問題 不知道還是一樣 No 不要在那邊亂騙了 沒有理 學生他這樣子要去看 另外一種症狀對不對 志同應該是要去看 加一科的心理狀態 其實不管怎麼樣 他只是告訴我們是一個 荷爾蒙下降的狀況 下降的狀況不是說 我一定要到年長的時候 其實女生要停經的前二十年 就有可能會有更年級症狀 男生要在下降之前的 前二十年 三十年也都有可能 所以沒有一定在四十歲 有時候三十多歲 二十多歲就有可能 會有荷爾蒙上面的問題 我們最近有一個報導出來 它是說 十六歲 十六歲 都還沒有進到時間就結束了 對 它還沒有開始 真的就結束了 所以它只是一個 荷爾蒙相關的一個問題 對 但是這個荷爾蒙相關的問題 它會影響到一連串 很多的身心靈問題 那就回到他剛剛所說的 就變成他硬要找一個人 有些人就是不承認自己 或不病逝感的時候 換成林志玲也是一樣的狀況 不 我剛剛就是要插這個嘴 我跟你講 我要補充下來 我跟你講 如果今天換作是林志玲的話 這樣我就衝出去 我跟你講 其實老師講一句 真的 不是 不是說 慾望降低 其實我們看到 讓你眼睛為之一亮的 男人的這個情欲 還是會被惹起來了 但是就是說 我們不會像當年那樣子 像生吞活潑那種行為 我們就做不出來了 我們會比較講求 這個純純的愛這樣子 所以我坦白講 林宇不是我們沒有那個衝動了 而是我們有 但是不像當年那麼勇猛 剛剛幹哥講的 就是其實是很多人的迷思 揚威 找蟹 不運等等 其實他的生理的影響 其實遠大於心理 所以這其實是 你的男性荷爾蒙 其實已經在降低了 你以為回家面對 面對同一個女人 你沒有心慾 不是 是因為你的荷爾蒙降低了 不是新鮮感不見的 所以就是 而且男生他沒有很明顯的 就像女生有停經的症狀 或者是說 或是說月經不開折 你知道我跟你幾道了 所以男生是靜悄悄的 打拚事業或是生活壓力 讓你的性慾降低 其實是生理的關係 不是心理的關係 對 其實那是 如果你的荷爾蒙有起來的話 對太太還是會充滿熱情的 回到了這個許醫師 剛剛講說這個男性更年期的 這些症狀 除了性慾 你看有低下 或是找藉口 開始找藉口 找一堆藉口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這個徵兆呢 其實這個也是症狀之一 你就會發現說 男人40歲 在事業上打拚 你看真的完全就是 男人40只剩一張嘴的 這個具體的表現 對 沒錯 娜娜在事業上打拚 可是你會發現 打拚越拚越沒勁 也不想往上爬 也不想要努力表現 所以工作表現變差 那運動能力也變差 像衛巡你現在 會覺得你還可以 再過幾年你會發現 運動能力本來可以摸到籃板 現在摸不到 而且體力變差 身高變矮 其實這都是一個症狀 我們有一個叫做 雅當師量表 他有很多的問題 你可以自己做一個Check 我想 剛哥你應該是 分數滿高的 我還沒有做咧 對 對 那不過呢 大家先釐清了 女生跟男生 都有更年期的困擾之後呢 還會有什麼 我們容易誤會的 更年期除了像 剛剛大家說到的那些症狀之外呢 難道還有機會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嗎 來答問題 為什麼呢 我們問一下 這個更年期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男女都會一樣嗎 沒有錯 其實我們很多的研究 已經都告訴我們說 就比如說像女生的 女性荷蒙已經知道 是會保護她的 心血管的這一個部分 男生的男性荷蒙的話 會讓男生會比較傲 想要運動 比較活潑一點 那他可能進入到更年期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比較 或者不想要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這時候他的那個 所以荷蒙是一個其中原因 幹哥好像點頭如搗蒜 你是有問題也要來解決嗎 他錯得完全沒錯 因為到了這個年齡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你不太像年輕的時候 那麼地想動 男人的三高是很明顯會出現的 學 這三高 對不對 我還加兩高 五高 叫做 為什麼 脾氣變很壞 事業心變得更強 就叫五高 我有三高病子已經超過十年了 已經這麼久了 所以你說原來從外表上看 豪幹修女好像 還是那麼的生龍火虎 其實錯了 我們男人都一定會有三高在身上的 加上你有些不良習慣的話 那就會更嚴重 我聽說你還會頭暈 然後還會覺得 這個一定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絕對不會相信說 頭暈會早上門來 現在大家都一定會想說 可能是女孩子比較容易發生對不對 我兩年前有一次 我在早上起來刷牙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握住牙刷 我沒有辦法握住它 怎麼會這樣 就是一個緊握的動作我握不住 然後 一 二 三 四 我就昏了 很嚴重 好危險 非常嚴重 然後接下來的事情更是不可思議 就是中午要吃飯了對不對 吃飯了 什麼 你還沒有去送醫 你就這樣子繼續的生活下去 我還站得住 我還站得住 真的事業心很重 對 我跟你講 你如果有事情在身上的話 那個 怎麼樣都不想進去的 我跟你講 就能不進去 絕對不要進去 所以我就是撐到最後一刻 然後中午吃飯的時候 我發現我筷子也拿不住了 其實筷子拿不住不是真的 是我還拿得住 但是我沒有辦法 筷子把這個飯吃完 我就筷子就丟了 我說不行 老婆我一定要去醫院 她就把我架起來 坐完醫院 心臟內科也來了 心臟外科也來了 然後耳鼻喉科也來了 核磁共振也做了 電腦斷層也做了 然後跑步也做了 什麼測試都做完了 因為 懷疑是 美尼爾試症 美尼爾試症就是 雙耳不平衡 陰穴造成的陰穴 對不對 而且還住院一個禮拜 這也是更年期的症狀嗎 其實她的症狀 我剛才聽起來比較像是 叫TIA 她未來出現一個 永久性中風的機率是 那有三高的人會有 突然間會出現這個 所謂暫時性中風的 也就是說 她只是一個短暫的 一個塞住一個血管 讓她腦部一個 短暫的一個區域 受到缺氧的 但是我在影像上面查不到 因為她是暫時性的而已 然後過了之後她就沒事了 可是這一次在警訊告訴你說 你這個風險在心血管 是會出現的 更年期要更小心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剛才有講到 荷蒙會減少 你知道男生的荷蒙 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的 一個部分是 它會幫助我們 生肌肉跟骨骼的這一個部分 所以男生的男性荷蒙 有些運動員會拿來去 練肌肉用的 所以當你男性荷蒙下降的時候 你肌肉會減少 肌肉減少的 進程代謝的一個源頭 我一定要插嘴 我爸爸最近的同學會 他們大家都在討論 如何防止肌少症 對 大家最熱烈的都是這樣 大家在討論肌少症 各位同學 你知道為什麼會發現自己肌少嗎 就是像我這個已經快60歲的人 就是當你坐下去的時候 你發現 你的腳真的很細 你的腳真的很細 有點站不起來 然後 屁股會痛 肌肉流失 荷爾蒙降低 會讓你的肌肉流失 這句話是我沒聽過的 不了解的 那我聽他這樣講 我馬上就理解了 原來是因為你的 男性荷爾蒙流失了 所以造成你的肌少症 這樣 豁然開朗 接下來的這個迷思是什麼呢 在更年期的時候 有抽菸習慣 很容易損你的雄風嗎 這個不就是剛剛 我們幹哥想講的嗎 肯定的吧 圈圈 這個一定是的 有抽菸的朋友 你看那個 那個菸上面都有包裝 就是菸會變成這樣子 對 當然更年期 尤其是這個樣子 尤其是我們剛剛講的 這麼多心血管的問題 你抽菸的這些膠油泥骨丁 還是會吸附在血管上面 那血都塞住了 血管塞住 血過不去 那怎麼會有勃起的功能呢 對 但更年期抽菸的話 真的是會增加加劇那個影響嗎 還是說是一樣的 一樣有影響 這樣說好了 還不到更年期 你還有你的荷爾蒙 你還有你的運動 你可以去保護 真是把它清除掉 都到更年期的 少的保護 你還是抽菸 那當然就變嚴重了 所以對女生來講 一樣也是很嚴重的嗎 對 有一個數值 叫做AMH 就是評估女生生殖能力 一個非常簡單 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 有抽菸的女性 她的AMH 數值下降得很快 品質 所以抽菸絕對 不管對男生 對女生 都是不好的 抽菸對男生 容易揚威喔 記得喔 抽菸對女生 容易不印證喔 記得喔 所以減少抽菸 好 還有電子菸絕對是更不好的 電子菸 你抽電子菸嗎 我沒有抽電子菸 你抽普通的菸 我光是說普通的菸 就已經 好啦 抽菸真的很不好 用從各個健康的角度來講 真的都不好 但是如果好 恭喜你 你還是有正常的性能力的話 還是有一些問題 更年期的時候 性率如果降低了 我們是否可以靠吃藥來改善呢 現代醫學這麼進步 我是猜有 雖然我不知道 到底是什麼樣的功能 來 我們先來問一下 男生女生都可以靠吃藥改善嗎 都可以嗎 我們先來講男生 男生的部分 因為更年期面對的性率降低 跟性功能勃起變差 當然我們常見的 就是會去吃這個 所謂的撞氧藥 把這個血管打開 達到勃起的能力 但是其實性沒有那麼簡單 不是只有勃起就可以的 當你沒有想要的時候 你根本連動都不想動 怎麼會有勃起這個動作 所以性慾很重要 當然我這個性慾就是跟男性荷爾蒙有關 有一次有一對夫妻就來我的門診求診 但是這個夫妻是太太壓著先生來的 就是說這個先生他都不履行醫務嘛 然後他說一定有問題 要我幫他做檢查 這個先生這個我絕對不說不是幹哥 但是他跟幹哥說的是一樣的 他說這個太太一走出去他就說 我對別人都有感覺 就對我這個太太沒有感覺 但是這個是這不是像話 這是真的會發生的 那當然後來我們幫他做治療 我們補充了男性荷爾蒙之後 他跑回來跟我講說 我看我太太都變漂亮了 就有感覺 對 一定要去找你當 找你能整理 女性的性慾降低也是在更年級吃藥嗎 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不管是男生跟女性或女生 性慾是男性荷爾蒙在管的 第二個是說女性體內自然也會產生男性荷爾蒙 二三四歲的女孩子其實每天會產生 體內會產生一百到四百 麥克風格的男性荷爾蒙 其實這劑量是不低 更年級性慾的降低 吃藥可不可以改善很簡單 譬如說以前更年級 我們會補充女性荷爾蒙 其實補充女性荷爾蒙 也可以改善夫妻之間的性生活 所以吃藥就是不管男生女生 就是吃對藥就可以了 來找醫生來幫忙 基本上就可以了 但是這方面還是要專科的醫師 譬如說婦產科醫師跟蜜藥科醫師 需要補充什麼藥 不要自己亂吃 對啊 因為其實 我們說男性荷爾蒙 女性荷爾蒙 其實它在分別到藥裡面有什麼 什麼大豆藝黃醇 什麼很多很學術的名字 不是你隨便在藥房買 就可以買到的 那最後一個問題 不知道大家剛剛有沒有辦法解答了呢 剛剛有提到的男性荷爾蒙 對更年期的女性有幫助嗎 我選錯 因為我覺得更年期的女性 她不就是要多一點女性荷爾蒙嗎 更年期的女性要不要補充男性荷爾蒙 這個在學界有震懷的意見 個人的建議是先從補充女性荷爾蒙開始 女性荷爾蒙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動情素跟環體素兩個 那現在也有那個合成的 輕微的動情素的效果 又有輕微的環體素的效果 又有輕微的男性荷爾蒙的效果 所以就是說由專業的醫師來評估 看是不是需要使用 那搞固酮是什麼 搞固酮就是男性荷爾蒙 沒錯 那原則上先使用女性荷爾蒙 如果女性荷爾蒙使用效果不好的話 或許可以再加上男性荷爾蒙 那抽血就知道自己體內的荷爾蒙濃度 夠不夠 哪個不夠哪個少 那就是不是說一定 女生就不能夠使用男性荷爾蒙 不是這樣 在有些人還是可以使用的 沒錯 其實跟大家做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總結的部分 每一個人 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 一個人身體裡面一定會有 男生荷爾蒙跟女性荷爾蒙 只是男生的話 男性荷爾蒙高過於女性荷爾蒙 女生的話女性荷爾蒙會比較多 好 但是身體也很微妙 身體有一個自然的機制 叫做 所以到最後還是會往 女性荷爾蒙的方向發展 所以這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今天給一個女生男性荷爾蒙 它如果它的荒爾蒙的作用夠的話 它也會把男性荷爾蒙 轉換成女性荷爾蒙 男生的方向莓作用很強的話 它也會把男性荷爾蒙 轉換成女性荷爾蒙的一個動作 男生有 身體會有一個平衡的機制會出現 但是它會有一個轉換的 女生停經之後 別的地方一樣會製造荷爾蒙 所以它卵巢不製造 它的別的地方也會製造 像我們的腎臟線 女生比較不會缺 腎臟線的地方也會製造 我們的荷爾蒙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身體的荷爾蒙 但男生就沒有東西可以製造 男生就比較缺 男生一樣會一直製造 我們的睾丸會一直都製造 我們不會停筋 我們一直都會製造男性荷爾蒙 只是 越來越少而已 會越來越少而已 對 所以其實我們大概就已經 被很多的這個 我剛剛一直感覺像是在 講繞口物一樣 對 我剛剛今天醫生都在挑戰 長繞口味 男生也沒問題 男生也沒問題 長得沒問題 對 已經聽到有一點點混亂了 但是總而言之 我們這個男性的更年期 必須要獲得調理 所以今天很特別 我們由醫師直接帶我們做料理 健康 先上桌 從正雄風來 現在帶來的是 還是我們的陳醫師要大寫身手 沒錯 我們今天真的很有口福 因為我們今天要做的是 煎牛排 這是一個史上最高級的食材 對 那在牛排的部分來講 我有選擇一些比較特殊的食材 這些食材的選擇是因為 它會幫我們挹注芳香莓 芳香莓給減少之後 我們就可以增加 我們的男性荷蒙的部分 不被轉化成女性荷蒙 必須要來降低它的轉化 對 包括男生 女生都一樣 我們要讓這個男性荷蒙 留多一點性慾才不會下降 好 是這樣子嗎 對 芳香莓的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有些東西 像我們常知道的芯 芯跟芯 三樣的礦物質 然後芯在我們的蒜頭裡面很多 芯在我們的海鮮裡面 會有非常地多 然後芯的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還是可以 從堅果裡面去攝取得到 今天我們的牛排的部分的話 我們這邊就是幫你做一些 事先的處理 處理的方式 就是因為我們要讓它牛肉要變得 比較嫩一點 所以我們就先用叉子 先把它搓 搓完了之後 一般來講的話 很多的牛排是直接放鹽巴 跟胡椒而已 但是我們先做一個醃漬的動作 這是斷筋的動作嗎 對 它會動作 但是我不要用拍的 讓它入味 不要拍的 我要直接給它用搓的 我要讓它入味 然後我事先要幫它去做調味的動作 然後我調味的部分 其中之一就是迷迭香 還有蒜頭的部分 我直接會放到這裡 天啊 妳好像GOLDEN ROOM 所以我就是 妳可以看得到 這是我之前做過的 然後這個放在冰箱裡面 可以有些隔夜再來做 使用也可以 或者放到冰箱一 兩個小時之後 再來用 它會把一些味道 腥味給去除掉 做之前 我們可以把這個蒜頭 跟這個迷迭香的部分 先把它拿掉 不會浪費它 我們等一下還是要用它來去煎 所以我的鹽巴的部分 不會在醃漬的時候就先放進去 因為有時候我在醃漬 我會忘記說 我到底之前有沒有放鹽巴 然後再放第二次的時候 就不會太鹹 所以我都要在下鍋之前再放 不然我不會重複做同一件事情 所以我鹽巴的部分不用太多 我就大概就一些些就好了 我們的胡椒粉的部分 再把它弄在上面 有的部分我們要把它爆香 有些在中式炒 我們會放蔥跟蒜對不對 這裡面我們就是放迷迭香 跟我們的蒜頭 那迷迭香我們都是用 天然的 你自己可以在家裡面去種新鮮的 然後你只要是確定你的 是有機的種植 或者是你要把它洗乾淨 你就直接效用的時候 就把它剪下來 我們外面可以買到那種乾的 可是味道真的是不夠 所以這些是有洗過的 我們就做這樣子的動作 煸出那個香味 對 迷迭香的香味 有一點油炸的感覺 跟我們中式蔥油是一樣的意思 沒錯 香味已經出來了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是把這個 牛排的部分直接放在這上面 去做煎的動作 但是我們在煎的過程中 用淋的嗎 用淋的 因為它可以控制溫度 溫度的部分 不會直接是這樣子的做 當然如果你家裡可以吃牛油的話 牛油也是一種方法 但是我們今天就是用植物油的部分 這個真的很學大配合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所謂的烤箱炸 一般來講我們只要有稍微 外面有一點點酥脆的感覺 上色的感覺我們就可以把剩下的 牛肉放到烤箱裡面 讓它熟在裡面 看你要三分的 五分的 七分的 其實它是在烤箱熟的 它並不是真正的 我煎到它熟到五分之一 它是在烤箱讓它熟的 我們的配菜是已經煮好 還是說等一下給它熟 我們配菜的部分的話 等一下會幫它稍微再煎一下 有些人喜歡的話 可以直接就是煮的 就用水燙的 下蘑菇 蘑菇對於恢復男性雄風也很有幫助 它有豐富的胺基酸維生素B群的部分 礦物質 當然它也會針對我們的芳香美 去做一個抑制的動作 鹽巴就等一下之後 自己要的話再用 但是我們剛剛 牛肉上面已經加了一些鹽了 所以其實這個油裡面 也是有一點點鹽 但是沒有那麼地多 那就看個人的需求 因為我們知道 有些人有三高的人 他的鹽巴必要做一個控制 因為這原本就是有點熟了 所以其實不用讓它 再煮得太熟的一個狀況 那這其實真的很適合男生 連你都會做吧 其中之一還有菠菜也是可以選擇 菠菜也有助於你 你如果這個結束完之後 有一種水果可以使用 那個就是葡萄 百里乳醇 如果你喝紅酒的話 它也可以幫助你男生的 荷爾蒙可以上升 但其他的酒類不行 酒精本身就會降低男性荷爾蒙 準備上菜 大鵬展翅 好 趕快來試試看 大鵬展翅 可不可以幫忙拍一下照片 好香對不對 超乎想像的好吃 對不對 那個香氣把那個 原本牛肉的腥味全部都帶走 真的 只是加一個迷迭香而已 好好吃 沒有腥味 而且沒想像中那麼油對不對 這個三分剛剛好 再煮就太老 對 這個對於 改善我們的更年期 有很大的幫助 是 吃起來就很愉快 對不對 精靈很好對不對 對 很特別 沒有想到它的味道會這麼地入味 然後香氣這麼足夠 再來另外一碗 健身的人很生氣 而且如果男生怕三高 要控制體重 這個應該很OK吧 優質蛋白 這是OK的 對 很多的狀況 可能幹哥都不知道 原來是更年期 現在已經知道了 幹哥知道了 常常會覺得說 你就是壓力 但是原來 男性的稿固同意是下降自己的期待 看不到 沒錯 沒錯 好啦 那其實呢 做這一道菜 有助於增進親子 還有夫妻之間的和諧 還可以讓你的這個 更年期症狀可以舒緩一下 一定要試試看喔 男性的更年期呢 其實非常不容易被看見 也不容易被發現 那通常呢 出現的三種症狀呢 你就可以考慮下去看醫生囉 首先第一個 是你會覺得情緒莫名的低落 什麼事都不想做 我覺得人生沒有了希望 再來呢 是失眠 就像我一樣 常常想很多 或是覺得很煩惱 甚至無緣無故的睡不著 怎麼辦呢 再來是易怒 很生氣 像剛剛幹哥一樣 看個手機AI揮畫 就很憤怒 開車前面的人 超會按個喇叭 就想起來跟他打架 哇 這樣的情況到底怎麼辦呢 嗯 對 幹哥應該都有被說中 通通有啦 情緒低落 我告訴你 越是成功的人 可能情緒會 越低落 大家看我們光鮮亮麗對不對 好像跟真的一樣 好像變才無礙 其實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在後面的準備工作 是非常的繁複的 然後你 既然你可能在業界 建立了一些名聲 你要去支撐你的知名度 跟支撐你的表現的話 你不能讓它掉下去 那你會常常覺得 你找不到方法 你會讓自己的事業 常常陷入了一個瓶頸之中 對於我們自然而然 常常會在 大家在討論什麼的時候 你都沒有興趣 你情緒自然就會變得低落了 那這個是經常性的 而且對凡事都沒有什麼信心 而且都往壞處想 做最壞的打算 對一個人來講非常重要 就是他的人生觀 都往壞處想 這個人就不容易失敗 不容易受挫 可是這變成經常性的情緒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改不了也戒不了 所以我會常常會失眠 然後跟WISH講的一樣 你想了很多 都沒有人來煩你 就是睡不著 就是說你晚上睡覺 你還想說 你白天那個沒有做好的事情 沒有講好的題目 就是常常會挑動自己的情緒 就變成異怒 我再講個異怒好了 又被開一張罰單了 那是什麼 那是一個流動三腳架 可是在我家附近 從來沒有這個東西 我直接電話拿起來 我打電話到警察局 來 交通科來 你好 尋佐你好 好 請先錄音 把我講的內容錄起來 然後第一次聽到有人 打電話來投訴還要錄音的 還不怕被人家錄音的 我說我是某某某 他說我們認識你 好 認識那是最好對不對 不認識我也難嘛 對不對 那我就說 我跟你講 你要在任何的尋常路段 加設 它不是快速道路 或是高速路 你要加設三腳架的話 你一定要先公告周知 不要讓我們民眾 誤觸法王對不對 如果照這樣講的話 你是不是 違反了道路交通處罰條例 我就叭啦叭啦叭啦 好像我是老師在跟他講一樣 然後好像你講的都對 可是我們都一切依法知識 這哪有依法 有沒有錄音 等一下給你們長官聽 不然的話我再 不… 我就打電話 然後掛完電話我就發現說 這個應該要投訴新聞才對 這個直接應該要做新聞 怎麼只做了打個電話 要私人解決呢 是不是 不是私人解決 而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要告訴他 我覺得你這個怒得很有道理 不容易 我覺得這OK 這不算是無理取鬧 這很OK 對 我想我都在理 講的都在理 但是我們看到幹哥 有一個很明顯的狀況 我也想問一下 這樣子的 停不下來的碎碎念 是不是也是跟年齊的狀況 他算是我們節目開播 200集以來 最不受控的來賓之一了 真的算是第一 第三老師之後應該都有中 你知道嗎 尤其這個失眠 失眠你會發現說 回家看電視就睡著 一直打呼 然後太太說 上床去睡 睡不著 對 對不對 然後易怒 你又講到一個問題打呼 公公有 回歸到我們今天 其實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跟年齊這件事情 不要把它當一個笑話 因為尤其對男生來講 你要承認自己 好像哪裡不舒服 去看病 這個我覺得是有障礙的 男生通常不願意 自己承認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跟年齊 尤其是這種情緒的問題 心理上的調適很重要呢 剛剛剛剛有講 他說他常常把事情想得很負面 如果你真的真的很負面 你負面到一個無可復加 你會不會覺得就一了百了呢 這也不是沒有可能 別人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為什麼我們要去做這樣子的重視 其實我們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因為很多人都不願意去就醫 但其實就醫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知道辦法把問題找出來 但很多人又覺得不要去講 因為講到這個更年期的部分 就是承認自己老了 所以基本上 因為都沒有在討論 所以大家對這個症狀 或不舒服的情況 什麼時候該就醫的時候 其實都不是很清楚 然後很多都會找藉口 就會覺得說我的工作比較重要 是我的工作導致的 是我什麼東西導致的 可是再加上身體的問題之後 甚至會讓你更沒有辦法 去接受你未來的這個身體 產生的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特別要去注意一下這一點 然後最大最大的一個問題 會卡在哪裡 就是我剛才講的 情緒低落 還有這個所謂的睡眠不好的時候 會導致一個我們最不想要聽到 也最不想要看到的 就是自殺率上升 其實對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你知道男生的自殺率 一直都是在第九名 跟第十二名之間 一直在波動 但是人數從來沒有低過 每年這個不管男生 女生的自殺率 都是男生二 女生一 男生比女生多 男生二 女生一 大概台灣的比率 像111年的統計的話 大概自殺人數大概3700多 你可以想像 每年死一座學校所有的學生 所以你覺得你的情緒低落 你的這些無法控制的情緒 你無法控制的失眠的問題 都是在你的工作上面而已的話 你可以有辦法去控制得住 這些事情 那你就覺得有時候 當你失去這個控制的時候 你就很有可能會找別的方法 去解決自己 那是不對的 所以要知道說這些問題 的確跟環境有關 可是 身體有可能把環境的問題 加劇 再放大 那這時候你就是無法控制了 所以我們要如何來 減低更年期對我們人生的影響 這就成為今天很重要的課題了 那當然不是要告訴大家說 更年期你就是沒救 不可能 還是要有一點信心 來給自己打氣一下 為何告訴大家 振奮人心的好消息 固定的性生活居然可以延緩 更年期來的時間嗎 英國針對了三千名女性 進行了十年的追蹤調查 發現每週至少有一次親密行為的人 比起同年齡 每個月不到一次親密行為的女性 進入更年期的機率足足少了28% 三成 這麼多 真的假的 楊醫師 真的 我要送各位觀眾一句話 就是人生以做愛為目的 天啊 好震驚的發言喔 因為夫妻如果性生活美滿的話 什麼問題都不是問題 如果性生活不美滿 小事情都會變成大問題 為什麼固定性生活 可以延緩跟年期 它什麼原理 性生活有很多好處 很簡單 就是它可以產生一個 腦內肥 腦內肥有報告說 它的效率是 是馬啡的一百倍 但是它有馬啡的好處 沒有馬啡的壞處 所以性生活 可以讓男生女生愉悅 不管在生理跟心理方面都可以 有百利而無一害 當然婚前性行為 這正義性比較大 但對於夫妻而言 其實台灣跟韓國 香港 日本 在全世界的報告 都是性生活相對低的 相對低的 所以真的 人生也做愛為目的 夫妻 晚上沒事就多多做愛 其實我覺得是這樣子 大家都對於談性愛 就是是滿避諱的 因為我們是健康節目 所以其實我覺得用一個 比較科學健康的角度去 拆解很專業的發言 楊醫生很特別 他就是把這句讓大家 不願意碰觸潘朵拉的盒子 跟大家講清楚了 其實做愛有好處 甚至也有所謂的新聞來佐證 為什麼 沒錯 藉著親密關係 與性行為 確實可以讓我們的壓力荷爾蒙 也就是皮脂唇減少 還有內肺態上升 可以到達減緩頭痛 以及偏頭痛 緊繃性頭痛的效果 內肺態是一個很新的名詞 其實不會 只要有運動的人 都會知道這一個 只要你運動的時候 他的腦內肺不一樣嗎 它是類似的一樣的東西 其實會幫助整個身體的 一個內分泌的狀況 所以其實性行為上升的話 其實會把我們整個內分泌 重新再做一個重新的調整 而且這個我們標題還講說 它有助減緩身體疼痛 運動也是會促進身體 腦內肺的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機制 所以說為什麼有運動的人 他不運動會全身覺得怪怪的 他運動習慣了 因為他身體就會產生腦內肺 對 來 蔚詠老師 讓大家開心一點嗎 不管你在哪個階段 對 要不然生活得多有壓力 好可怕 人家稱我已經夠有壓力了 如果遇到更年輕怎麼辦呢 沒關係 今天運動小天才健康動牌隊 要大家來帶大家運動囉 動一下我們就沒有煩惱了好嗎 Let's go 怎麼樣 我們來試試看 來 大哥你親身體驗一下 寶寶你會頓時開心起來 好的 首先我們把我們的雙手打直 然後在我們雙手往下揮的時候 微微的屈膝 讓我們做一個蹲的動作 首先來做 1 2 3 好像很簡單 接下來很強壯的姿勢 擺完之後 再來是往旁邊側並步 2 夾2 3 4 然後接下來把我們的手舉天花板 然後我們踩四步的格子 首先先右腳往前 右腳 左腳 右腳 左腳 再一次 右前 左前 右後 左後 再來5 6 7 8 右前 左前 右後 左後 所以我們把所有的動作 連貫起來囉 這樣會開心嗎 來囉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要配上大笑容才會感覺開心 8 2 2 3 4 5 6 7 8 装出一個假笑 3 2 3 來 發自內心的笑 各位 6 7 8 4 2 3 4 5 6 7 8 看徐醫生的臉很僵 來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請 停 我覺得沒有很有開心的感覺 不會 不會 我覺得很好 動起來 有啦 有一種開心的感覺 有嗎 就如果我是他的家眷 我看到平常這麼威風的爸爸 對不對 然後被我們這樣子 玩怒於股場之間 虎媽現在在電視機前面看 一定覺得 哇 對 如果把你家的老公 因為他老公就是跟你打賭輸了 你就說我也不能 因為也不能傷害他嘛 就說那不然 我們就給你來一個 讓你開心起來的這個動作 自於愚人一下 愚悅自己也愚悅自己身邊的親人嘛 對不對 好 男性跟年期 其實很容易被忽略的 所以呢 總之我們要提醒大家 如果感覺自己狀況不對了 那尤其是這三大症狀 就是如果沮喪 提不起勁 性質缺缺的話 趕快 趕快 去找醫生來幫幫忙 那今天要提醒大家 這健康診療的關鍵數字 24 為什麼呢 根據台灣男性學醫學院的統計 活內40歲以上 鼻患搞物童低下的鼻打24% 所以將近有四分之一男性 飽受更年期的困擾 所以我們在座四位就有一位 會有這個困擾 那千萬別小看 不要因為愛面子 就不去就醫 那你反而有可能 讓這個症狀越拖越糟 因為如果有去治療 因為聽起來就是 聽醫生講 只要我們有好好吃藥 或是做一些正確事 是可以回春的 問題不到 是可以回春的 可以很幸福的 是可以回春的 你看我們醫生都給你們鼓勵了 心情也會變好 加油 健康的距離今天要成功的全範圍 幫大家拉近跟健康的距離 加油 本節目由荊蕭生物面膜冠名贊助播出